为什么讲说这种医生的傲慢 专业的傲慢 他在他专业领域很好 可是他很不适合做现在的 要以民为主的这样的一个领导人 因为非常的简单 他不只听不懂民众 或者是没有一个谦卑的姿态 理解到民众的痛苦跟需求 所以他昨天完全回避 韩国瑜一直在问他说 那民众希望钱要赶快赚到 民众希望债要赶快还 他这些问题都不讲 因为他很傲慢 他说我来讲一大堆别的 甚至背后还隐含着说 你们就是一半 我以后要搞高科技 我以后要搞什么 我以后要怎么样 你们搞不清楚的人卖来乱 有这种态度第一点 第二点 要选一个市长的人 表示出来那么高度专业的傲慢 他的后果是什么 他的后果就是台北市的柯文哲 什么后果呢 没有局处长要跟他 因为一个市长 大家现在认为说 你口才好好 你知道好多市政问题 那其实昨天看了的 本来还可能觉得 有一些专业的人觉得说 我可以去贡献什么的 一看说你最老 你什么都自以为是 你自己呢 作为市长 你又取代了金发局长 你又取代了海洋局长 你还取代了卫生局长 你还取代了文化局长 你什么都清楚 那以后谁要帮你忙 柯P为什么在台北市 受到这么多专业圈的批评 就是不懂假装懂 然后每件事情都有意见 结果弄的呢 一个市长要兼所有的局长 甚至有人说 他去兼了所有的柯长 那所以你把每一个可以让人家 发挥才能的人都做小了 那什么是真正人才 要帮你忙的 所以你也觉得他是出来 选公务员的吗 我不好说选公务员 不过我感觉好像是 副市长还蛮合适的 图书馆管理员 那我觉得韩国瑜 昨天除了他提出大方向 大家不要小看 陈其曼因为展现出来这样态度 韩国瑜呢 他有一个大方向的愿景 可是他并不填充细节 某些人认为说他熟悉度不够 甚至他会去坦诚说 我还不了解 可是这样的一种有领导力 所谓的leadership 就是说他能够感染市民 愿意跟着他一起往前冲 一起往前拼 这个他的感染力 leadership 这个领导力 大家已经看很明白了 可是另外一方面呢 你很害怕这样的人呢 自以为是 觉得说我就是了不起 我就很棒 这样以后他的市政反而会失败 因为真的人才会不愿意帮你忙 可是他在这个部分 他又显得很谦虚 他又显得说 这个我确实搞不清楚 这个我不懂 我们请专业的人 那昨天大家看到了 如果不是韩国瑜兼具这两个 很罕见的特质的话 凭什么台湾最大的专家会坐在他的下面 愿意提供意见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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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